好,再來,我們現在講的是88月的第三題 好,來,這一題可能比較難一點點,同學要特別注意一下 好,我們現在一樣先用刪去法 好,如果比較困難化的,比較難化的 我們就慢慢來 好,這邊是刪到這裡 所以它是像這樣子 好,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有兩塊 它是長成這樣子 好,這裡是一個 再來,換這裡 這裡 這裡一塊 這裡 這裡 這比較難了喔,同學要特別注意一下 好 不對 稍微 好,它這裡有一塊 是這樣子 好 好,有些同學有沒有注意到 這裡 這一塊在上釋圖的時候,它是黏在一起的 好,表示它是同一個平面 好 好,前釋圖沒有了 好 再來 好 這是虛線 好 這是虛線 是像這樣子 好 所以這裡虛線會不會是這裡的 好,這裡 好 還有這裡連接起來 百分之九十 這個東西應該是連接在一起 所以它會不會是 往後 好 所以我們這裡看過去有虛線 是這裡的虛線嘛 所以這樣子就成立了 好 好 再來 好 好 所以這裡就很難解了喔 所以同學要特別注意喔 老師第一個注意到的就是 欸 這裡有一個三角形 三個三角形 一樣在對等的位置 這兩個 一樣寬 一樣高 好 一樣深 欸 它會不會是同一個平面 好 好 所以這同學要一個概念喔 這個不是切掉一個角 就是它這裡是一個 好 連接的一個斜面 好 好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可能同學要有一點經驗喔 所以有斜線 欸 現在有斜線嘛 這裡有斜線 可是對等的位置 好 對等的位置 欸 沒有斜 斜線 欸 沒有三角形 所以會不會它是一個 斜面 可是一樣啊 如果斜面在這裡的時候 哈 它就不可能有這一條線嘛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會不會這裡是一個斜面 是長成這樣 這一個面往下跑 好 這一體比較難一點的 在這個部分 欸 如果這樣子就成立了 所以這個圖基本上是長成這樣子 欸 跟老師的解答不大一樣 為什麼 它這裡也有可能變成這樣子 好 所以這兩個答案基本上都可以 哈